那来看最新的画面 在昨天晚上落水失踪的张姓女大生呢 在刚刚下午4点多的时候 有一艘一大68号的渔船向海巡队回报说 他们在外海找到了这名张姓女大生 而且因为她身上穿着救生衣 因此上船的时候呢 她的生命情况相当的稳定 目前已经联络了海巡队员送到后座渔港 来再进行这个其他的检查 我现在听听看稍早之前家属是怎么说的 我们终于很开心就是美媒找到 感恩谢谢你们 现在人找到应该很开心 美媒在哪边找到 他们现在的人在哪里 在船上然后现在还没有那个 谢谢 是海巡署的船上吗 有跟她讲到电话吗 有有有谢谢 跟她讲什么 她说她在船上安全没事 谢谢大家 送一口气 谢谢谢谢感恩 大家幸福的 人员我们现在已经确定已经找到了 人员还有生命迹象 对对对 那一艘渔船是 在那个他是 一大六号的一台那个 货轮 对对对 嘿嘿 一大六号 他只有说一大六号 那你帮我转报给 那个海巡署 对对对对对 有有有还有生命迹象 生命迹象都意识清楚 他还可以讲自己的名字 没有没有错 根据我们刚刚接到最新的消息 这个好消息呢 是在今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有这个张姓员大声 在渔船上面借用船长手机 打电话向家人报平安 同时借由这个空中的 警务总队呢 发现这个渔船的踪击 以目视方式 确认渔船在外海的位置 再加上电话通连三方 确定员大声是安全无虞 而且意识清楚还可以跟家人对话 因此呢 现在有接驳船只要将他送到 这个三支潜水号的后座渔港 再进行送到淡水马界 来进行身体检查 以上我们现在讲完最新主播 我们看到了 这个终于传出了好消息 女大学生在落海 那么之后 现在已经被平安的救起 希望能够赶快的平安 回到家和家人团聚